福利体制呢 这个呢 稍微 可能在社会学这个议题上面 比较难一点点 但是呢 大家知道就是考试 偶尔会有那种旁门左道题嘛 所以呢 你如果可以对福利体制 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呢 是很好的 所以我这边稍微做一个说明 所谓的福利体制呢 它指的就是呢 大家知道 其实啊 各位同学 努力的在国考 要进入工部门 对吧 但是呢 那你知道就是工部门 其实这个年金改革并不只是台湾 不是只是民进党 针对军公教人员 阶级斗争这样的 那么单纯的概念而已 你把它放到世界的脉络里面去看 你会发现世界各国 其实都针对军公教人员 在做一个年金改革的模式 这个东西呢 叫做福利退缩 没有翻译叫福利紧缩 福利退缩或是福利紧缩 其实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是的 为什么叫做潮流呢 因为呢 财源不足 不只是台湾的问题而已 其实呢 世界各国都有发现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福利呢 开始呢 就是有一个往下紧缩的一种现象 在世界各国都是 所以世界各国呢 纷纷在进行年金改革这件事情 那年金改革呢 其实呢 讲到福利体制呢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轮廓 大家如果呢 想到就是北欧国家 你们会觉得它的福利很好 对吧 是的 因为呢 它们就是走一种税收很高 所有的福利都用税负来支付的一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呢 就是每个人 他们的福利叫做普及式的福利 所以大家如果想到像丹麦的福利 卖啊 瑞典啊 就会觉得 哇 好像是一个快乐天堂一般 因为他们的福利很好 所以他们说啊 这时候就从摇篮到坟墓 都帮你顾好好的 对了 你就会想到 哇 这种福利呢 是很好的福利体制 那除了北欧国家呢 它是一个类型之外呢 还有像是德国 欧陆的国家 德国 他们的福利体制呢 主要走的是叫做 保险式的福利体制 社会保险制的 什么叫社会保险制 保险制的意思就是 大家知道买保险这件事情吗 买保险就是你要付一点钱 然后呢 当你发生风险的时候 就会得到一笔钱 对吧 就是这种保险的概念 分散风险的概念 那德国呢 他们走的就是比较保险制 就是你有工作的人 你就可以固定缴一笔钱 每个月缴一点钱 买了国家的那个社会保险 当你呢 发生就是 出生的小孩子出生啊 或者是 你有发现医疗上的问题等等的 这个时候呢 国家会给你很好的社会保险的福利 那这种呢 比较就是 它的这种福利体制呢 比较强调的就是 有工作的人口可以得到的福利 所以呢 它的缺点就是 如果你是在家里面雇小孩 你没有出去工作的话 你就没有这个社会保险 对吧 你就没有这样的福利 好 再来呢 还有另外一种福利 大家可以想象的话就是 美国 英国 美国 英国的福利体制呢 就叫做禅补式的社会福利体制 什么叫禅补式呢 听起来就知道很糟糕 又惨又补 对的 就是呢 它指的就是说呢 它对于啊 那种贫穷人口 或者是需要辅助的人口 它的条件很严格 很严苛 也就是说 大家还记得 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个叫做贫穷线 它把贫穷线的标准定得很严苛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贫穷线以下 得到辅助的人呢 非常的少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你就变成禅补式的 你真的得到福利的人 已经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人 才可以在这个贫穷线之下 那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呢 你要去工作 所以呢 常常会发生一些东西叫做 工作贫穷 就很容易发生在这种制度里面 好 以上呢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轮廓 在我们的福利体制里面呢 其实呢 有分成这三种类型 这个呢 是一般人在讨论社会福利的时候 对的 为什么要讨论福利呢 因为福利是近年来 很常出现的考题 除了像这个年金之外 像一历一修啊 这种最近很热门的议题 其实都很有关联 所以呢 你也可以从福利体制的 这种视角去讨论 去看这个题目 好 那你会想说 台湾在哪里 这三个体制里面 怎么没有台湾 对的 我来不过来 我来不过来 因为福利体制的研究 是西方的学者所做的研究 所以它里面并没有亚洲的国家 但是呢 就是在东亚的学者 他们也开始对于福利体制做研究 于是呢 他们就帮亚洲的国家的福利体制呢 归类成叫做发展型的福利体制 什么叫做发展型的福利体制呢 就是呢 这些福利体制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要用来巩固政权 或者是促进经济发展 所以呢 来发展出这样子的福利体制 像是台湾啊 或是韩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就例如说啦 韩国他们在发展他们的国民年金的时候啊 他们筹措那个资金 其实它主要是要用来做国家建设 跟一些投资等等的 像这样子一个概念 或者是说呢 就是我们在就是 发这个军公教的福利的时候 其实军公教为什么可以得到比较优渥的福利呢 当然就是为了要巩固政权 所以这都跟发展型的国家 有一个紧密的关联性 所以呢就是东亚的学者呢 把它区分出这个叫做发展型的福利体制 好的 所以呢各位同学们 这样子你们是不是对福利体制 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轮廓了呢 当然这个表格我可以把它复杂化 就是在画出很多不同的面向来做分析 可是这边呢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要稍微有这个轮廓 当这个福利的题目就是这种时事题考出来的时候 同学可以拿来应用 这样就够了 我不需要再把它的表格化得太多 让大家就是更复杂 对吧 好所以呢 这边呢是比较宏观的解释方式 那围观的理论关怀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围观的讨论呢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呢 生命历程 是的这也是有说过的 你可以从个人的生命历程 或是家庭的生命历程 来做一个讨论 所以年金它当然跟生命历程有很大的关系 你从开始工作 开始支付年金 开始每个月缴钱 然后一直到你退休之后 而且呢年金它也跟一些东西有关 像是你中间可能发生了生育啊 或者是身心障碍啊 等等的状态 年金呢你都是跟这有关联性的 所以呢这跟生命历程 你可以从围观的角度来做一个分析 好另外呢 右边这个是暴力 一种围观社会学理论 好的 这个呢这本书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背景知识 也就是说呢 这本书在讨论的是呢 其实呢暴力的形式 它是一种围观的社会关系 社会互动而来的 它是透过围观的方式来